現在看到的畫面絕對不是布吉島的狗王齋節 也都不是集體上紅 也不是集體受到催眠 也都不是一個武林大會 更加不是集體起控 原來正是受到女神的呼喚 女神在哪裏就在這裏 2月20日下午再次來到Central World的門口 見到很多Cosplay的人物 今天又有Event舉行 這裡有兩個Event 一個叫做Wonder Market 主要是以食為主 另一個叫J Train in Town 即是日本文化 看日本文化當然不少的就是女團表演 兼且有Cosplay人物 咦?那些好像上次做過 對啊,因為反應好 所以以為再斬亮亮 仍然場環境氣氛都挺開心 我試試看可不可以把這些開心的氣氛感染給大家 雖然這次活動沒有上次那麼大型 但裏面的陣容都跟上次差不多 但Cosplay的人物又會不會差不多呢? 我眼見有些都熟口熟面 都是上次那些 不過就換了個造型賣相 大家不妨看看 看看會不會 我記得他了,上次出現過 又會不會呢? 又會不會有些 大家不妨看看 而現場所見 今次的龍友似乎比上次多了些 對呀,很多龍友特地走來 就跟美女拍照 越打扮得性感美女 就越多人拍 有些就沒什麼人拍 如果沒什麼人拍 就我幫忙拍一下 這位 對呀,這位朋友 又或者 美腿 先生 先生,你好 這個也是 咦,美腿 然後 OK,你好 這位先生 對呀,你好 你好 這隻肉腿 這位 這位先生,你好 你好 Cosplay不分性別 不分男女 總之你肯扮 肯動就行了 最重要是開心兼好玩 說到好玩 也是那句 現時太過疫情情況 都不是理想 每天幾乎有兩萬人受到感染 但大家都已經覺得 沒什麼所謂 每個人都出來玩 出來拍照 最重要是開心 做對與不對 都是那句 我都不敢說 只不過在現場 看到 那個氣氛 真的挺開心 搞到我也很開心 基本上 你在這裡 只要戴著面罩 肯遮著樣子 就可以化身成為 超級英雄 這位公子 你又是發生什麼 超級英雄 這位公子 超級英雄 這位公子 發生做抗疫英雄 戴著面罩 還不是超級英雄 正如上次一樣 全場的焦點 和最熱 當然是女團的表演 女團表演 表演之際 現在有很多粉絲 兼且有粉絲的聚會 和大家拍照 人多到 熱鬧到 這位就是泰國 Amazing Thailand 眼見今次 也有好幾批女團表演 女團一出 於是藍粉絲 雜藍們 就個個乖乖地看表演 除了站在看 還可以近距離 和偶像接觸 和上次不同 今次大會安排得很好 一個個帳幕 就等個別的粉絲 進去和偶像 坐在那裡聊聊天 握握手 拍照 然後有一些有關紀念品發售 總之 大家開心 大家快樂 看清楚 上次這班女團表演的時候 個別人士都有戴罩 即是戴口罩 但今次就完全沒有戴 可能打算用真面目見大家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 他們的情緒喜樂 不過話說 現在香港的歌星上台表演 有很多都沒有戴罩 上次見識過那班 澤蘭粉絲的團結 今次繼續看看他們的精彩演出 沒錯 不是台上的精彩演出 是那班粉絲的精彩演出 上次在大空底之中 見識過那班粉絲 在這裡跳舞 擺陣子 認真虛陷 今次雖然不是一個大空底 但在旁邊 都依然有板有眼 盡其所能 去支持偶像 手舞觸動 接著喊一下口號 這些小儀貨 還有一些大動作 反正嘆為觀止 絕對是嘆為觀止 絕對是嘆為觀止 Amazing Thailand Amazing 粉絲 真厲害 據說 現場這班澤蘭粉絲們 其實大家互不相識 都是來到一起 柴娃娃威威在這裡跳舞 但所用的動作各方面 似乎應該是這班女團 其中一些歌曲的舞蹈動作 於是乎大家就問歌喜舞 只要唱到那句歌 那個動作就來了 嘩 這位人興興到 好興興啊 打大拳嗎 不是 這些是歌曲裡面的指定動作 疫情之中 做多一點運動 不如說她們是女團 倒不如說她們是女神 女神一下令 一舉手 一投足 粉絲員個個就如癡如醉 之後就自動幫我們問歌喜舞 現場的氣氛真是開心到不得了 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些影片 將這些開心的氣氛感染給大家 開心其實很簡單 跟其中一位不方便出鏡的粉絲聊過 其實跟其他人都不熟 但沒有所謂 一聽到偶像的歌 就已經上身了 已經來了 啊 開心得不得了 又可以見到偶像 又可以一起唱 最緊要是不用付錢 跟著呢 也可以一起跳舞 當然 她們也很希望 她們的舞姿 可以讓偶像看到 所以就盡量出力去跳 目的就是希望 不小心讓偶像看到 讓偶像知道 有人在默默支持她們 她們真是默默的 都不多說話 只不過是叫口號 而正如上次一樣 開心還開心 支持還支持 雖然偶像們在台上表演 沒有戴口罩 但她們作為粉絲下面 都要依足規矩 個個就算身水身汗 跳到氣挪氣喘 都依然戴著口罩 遵守遊戲規則 烈日當空之下 我戴著口罩 周圍走周圍拍 我都覺得辛苦 但她們可能比我更加辛苦 因為又要喊口號 又要跳 新水新汗 哇 熱度 真是令她們淒涼 但估計她們的汗水 是不會白費的 因為遠方的女神 絕對看到 看到 感覺到 只要她們說一句 大家繼續支持我 跟著她們又會瘋癲 那我都很開心 轉下眼到晚上 表演人士走了 粉絲走賣 Cosplay的一眾美少女走賣 剩下千雨千尋的霧面藍 一個人很孤單地坐在這裡 等同人拍照 儘管如此 我覺得她是享受的 儘管一個人在這裡 不知道為甚麼 但只要有人跟她打招呼 找她拍照 她就會感到很開心 其實開心真是很簡單 不需要買很多東西 不需要吃些很貴的東西 只要尋找到自己的方向 找到一些滿足感 認同感 自然會很開心 雖然她遮住樣子 看不到真面目 但估計她在這裡笑 快樂其實真的很簡單 希望在疫情過後 大家都能夠開開心心 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